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阶级平台的动作设计游戏,疯狂西部牛仔 开场的剧情,一只母牛被抓走了,一只母牛叫做莉莉 咱们一共有四只牛可以选择,我选择的是布法罗 翻译过来就是水牛的意思 操作按键呢两个,一个跳跃一个设计,两个一起按呢是冲顶 冲顶的时候不是无敌的,但是回弹翻滚的时候呢是有无敌判定的 另外捡到一些攻击道具,会代替你的冲顶 不过攻击道具呢只能使用一次 好到来到了第一关的boss,boss啊在马棚里 我开启了连发剑,所以说打的速度很快啊 第一个boss可能是叫做恐惧牛 看他带了一个五星啊 是一个警长 但是已经投靠了坏人了 我刚刚扔出了一个攻击道具 斧子 回旋斧啊 第一关,上手的关卡很快就过了 后面的关卡呢可以选择 我就按默认的顺序了 第二关的场景叫做尼亚加拉沙漠 看起来是一个飞行射击关卡 我为什么选择了第一个牛呢 因为四个牛里边啊 第一个牛使用的是长枪 剩下的三个呢使用的都是短枪,手枪 长枪呢比较符合我的人设呀 枪一定要用长的 但其实四只牛里边呢 木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我现在使用的这个角色 是游戏的新人物 原作的动画片里呢是三人组 分别是木警官和他的两个手下 这两个手下呢 一个黑牛,一个蓝牛 分别是科罗拉多,还有德克塔 可能很多小伙小的时候看过动画片 据说啊 小神龙俱乐部放过这个动画片 但是可能年代比较靠后了 我没有看过 四个牛里边呢 木射出的子弹也比较特殊 他射出的是星星 其他人呢都是这种普通的子弹 所以说当年玩这款游戏呢 选择木的特别多 第二关咱们就沿着这个铁轨飞啊 那为什么这些牛啊 都赋予了人格化的特征呢 是因为有个陨石 坠落到了这个小镇 这个小镇呢叫做蒙美萨 所以说导致了这些牛的变异 游戏真实的名称呢 其实就叫做蒙美萨的牛仔们 第二关的boss 这个货看起来好呆啊 和他拼命啊 我已经掉了一滴血了 希望能够速战速决吧 最后一滴血稳住 好加到了血 还把他清掉了 这是一个小boss啊 后面还有一个大的 既然是牛变异的 那很多的boss名称 都和牛之类的物品相关 比如说这个boss呢 直译的话 他的名字就叫做 马鞍窗或者马鞍痛 就是你长时间的坐马鞍 导致的胯部的疼痛或者发炎 看起来呢 这只牛变异的比较彻底啊 它是和蝎子 进行了组合 带着一个蝎尾 那我现在的血量加满了 是因为屏幕后方那只大蝎子 尾巴如果你打碎的话 会掉落一个回血的道具 这些boss啊 其实难度都不高 游戏的难度主要就来自于 你没有护身的一些手段 即使你放飞行道具 或者AB的时候 也会被敌人打到 好的 第二关打完 游戏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毕竟呢 我开了连发 第三关 这里是一个山丘啊 这个boss呢 是和蜘蛛产生了变异啊 你可以叫它蜘蛛牛 咱们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要救出被抓走的那只母牛 母牛呢 叫做莉莉 但是大家刚刚也看见了 这只母牛的颜值啊 咱们还是例行公事的通关吧 好 这里是游泳的地方 很多小伙伴表示 当年这里非常难 其实躲着一点障碍啊 在瀑布的前半部分呢 不要接近屏幕的上半区 当你能看到瀑布的边了 你再往上奋力的游就可以了 游戏其实对背板的要求比较高 但是我现在啊 即使是做了笔记 很多时候也记不住 所以呢打的马马虎虎吧 咱们尽量呢 一定通关 这里进入了一个山洞 要打这一条蛇 要做出这个动作了 就是要使用旋风头部 这个攻击方式啊 对一个蛇来说 是不是有点勉强了呀 把自己的头 轮来轮去的 前方不远 应该是boss战了 这个游戏当中 有很多的小设计 你看地面的这些草 很多牛呢 会钻入它的根部 然后伸出手来开枪 第一关的时候呢 咱们还看见三个通缉令 其中前两个通缉令呢 是真的通缉令 第三个通缉令呢 是一只黑牛在那藏着 这里又有藏到仙人掌里边的牛 好的boss战了 这个boss最威胁的攻击手段 就是翻滚啊 他翻滚的时候呢 咱们最好是站在屏幕的边缘 这样跳一次就能够躲开了 其他攻击方式都是垃圾 好就这儿跳一下 他翻滚的时候呢 要往反一次的 所以说你在边缘跳一次呢 就都能躲开 另外如果对自己的操作 比较自信的话 可以回顶屏幕的边缘 通过翻滚来躲 这个要求比较高了 好的 第四关 鬼阵 可以看见很多的幽灵啊 这就是万圣节文化的一部分了 我捡到了一个攻击道具 我们把它扔掉 看一下效果 这里有一个小boss 但这个小boss啊 没有血条 算是一个精英怪吧 可能呢 这间屋子之前发生过什么惨剧啊 咱们可以通过 刚刚窗户上的 影像看到 好的 把它干掉 继续往前走 又一个攻击道具 全套 捡到攻击道具之后啊 他就代替了你的翻滚 所以说 有没有攻击道具呢 自己要清楚一点 别想滚的时候呢 没冲出去 毕竟使用道具的时候 你也不是无敌的 这种骷髅牛啊 打不死啊 这让我想起了 恶魔城的红骷髅 这个闪光的球 是非常好用的 它清全屏啊 好的 boss战 本关的boss 秃鹰 放了一个大 他掉下来了 这个家伙呢 最威胁的攻击方式 就是用铲子来拍我呀 咱们要超度他 他总想挂 也挂不了 又回来了 最后呢 就是要打的 他灵魂分离 行了 他已经挂了 这回呢 终于是往生了 第五关 矿洞 我是真的按照顺序 一关一关 打下来的呀 区别不大呀 感觉 关卡之间的难度 区别真的不大 那本关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在 车辆颠簸的时候 会有一个高度差 如果你往前走的话 容易掉到缝隙里边去 这个时候注意一点 尤其是 矿车上下起伏的时候 不要移动 想要移动的话呢 最好跳跃移动 我捡的很多道具啊 都来不及用 结果呢 就又出新的了 其实游戏当中 补充的血量 还是比较多的 很多呢 咱们没有看到 因为如果你是满血状态的话 该出血烂的地方 就出金币 这是一个小boss 看起来 他的破框车呀 组件很多 把他前面的铲子呢 打爆了 他撞到一个石头 就挂了 这关应该有两个地方 是有落石的 所以说 走路的时候 站位尽量往前一点 这样就砸不到你了 捡到了一个牛蹄的铁掌 他会在一段时间之内 在你身体周围 不断的旋转 保护你的安全 好 下来一块石头啊 把一个矿车都砸碎了 这就是往前站的好处 飞出去了呀 又飞进了小镇 这里呢 来到了本关的boss 这个boss啊 名字非常有意思 你看他发牌 他的名字呢 叫做武装牌梭哈 执意的意思 看起来就是一个合棍 不过这个boss啊 非常弱 因为他所有的牌啊 都可以被子弹打掉 你想啊 子弹厉害还是牌厉害 我刚刚一个翻滚啊 差点把自己翻下去 好的打完 很多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 应该体会到了 开着连发呀 打boss真是快 尤其是近身 第六关 捡的牧场 这关比较特殊 前半段呢 是动作射击 后半段啊 是飞行射击 boss是一个货车队 就是一个火车头啊 这是一个全屏攻击 但是呢 没等减 咱们就飞出去了 这里呢 可以节约时间 到了切换点了 这些蝙蝠好辛苦啊 我至少还是一个鹰 带着我飞啊 那他们都是蝙蝠 竟然能拉动一头牛 所以才叫牛仔 游戏的背景真的是不错呀 感觉至少三层 这里呢 我就没有背板 但是游戏设置的还算是重规重矩 就是说中间出一排敌人 然后上面一排 下边一排 或者前方一排 后方一排 虽然敌人都是一样 但是让玩家觉得不无聊嘛 这里呢 打boss 是一个小boss 这个货也是很呆啊 最后呢 他感觉啊 自己要掉下去了 自己吃了一个炸弹 这个风格真的 有一点像 汤姆和杰瑞 游戏本身的 难度就不高 玩起来也比较轻松 这个boss呢 是很多的组件组成的 咱们一点一点的打 这个枪竟然发射的是毒蛇 boss的最后一个组件最难搞 就是他的烟囱 一会儿这个烟囱就飞出来了 像陀螺一样 而且呢很多时候的移动速度 比主人公要快 所以很容易碰到你 感觉我可以拼一波 好硬啊 我这连发开着 都有点打不动 拼了一波 没拼下来 好打完 最后打了一个火车头 那这样的话呢 咱们初始的第一关 还有可选的五关 就都打完了 后面呢 是第七关 也就是最终关 是最终boss的藏身之处啊 这个最终boss呢 叫做蒙面牛 其实这款游戏的难度呢 和原作的动画片 是一脉相承的吧 因为在原作里边 你感觉啊 坏人就比较弱 打不过主人公的三人组 小心上方的灯 这种精英怪啊 如果你没有连发的话 还是需要躲一下的 有连发呢 就冲上去A就可以了 照着脸射 扎一下 好 这个场景呢 也过了 那接下来的这个场景 我感觉是整个游戏当中 最难的场景 很多时候挂掉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里 这种尖刺 竟然是仙人掌做的 蝙蝠 蝙蝠 仙人掌棍子 这个棍子啊 样子好凶恶呀 那么长 那么粗 上面还都是刺 弹簧地板 这个地板也是 极容易忘的地方 两只精英怪 三只 真想批我呀 我要轮起来 小心一点打 打完这个场景呢 就是最终boss 其实最终boss 非常的弱 就是弱一点 听这个石头 打完石头呢 门就开了 后面还有一个石头 让不让往前走啊 走了 哎 这 连续的掉血啊 马上要到最终boss了 竟然就剩一滴血了 好 这里呢 见到了莉莉 另外 旁边的这个老者呢 是市长 奥斯卡 好的 救出来了 这个颜值啊 还是算了 咱们就是 走个过场吧 赶紧让我去打boss吧 跳过呀 最终boss战 我觉得整个游戏 我打的都挺顺利的 结果到了最终boss 剩了一滴血来了 好在呢 这个最终boss就是肉 很菜啊 咱们尽量呢 站在屏幕中间的范围之内 boss呢 咱们就蹲着打 他只有一招 会对咱们造成威胁 就是 两只手向上一台 然后往前冲这招 其他的招式都没有威胁 什么炸弹啊 仙人掌枪 还有扔的飞刀 都无所谓 好就这招需要躲 其他的呢 蹲着射就可以了 最好呢 不要和他近身 近身的时候 他会用拳头来打你 保持一点距离 就这么打 抬手就跳 很快就能打完 好的 通关 最后用一击冲顶来结束 顶飞了呀 我的天 飞出地球了 这样咱们通关了 那好吧 这样一款阶级平台的 疯狂西部牛仔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 再见 咱们下个游戏